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魅族家的产品测猜来了 这是咱们频道第一款魅族品牌的充电产品的测试 来个有代表性的这款魅族67W淡化家领克联名版的充电头 这个产品外包装看上去确实不一样 但是内部的品质如何我们测试了就知道了 后续肯定会拆 老铁都知道咱们的视频室测试和拆解是分开做的 这样才可以从内到外看清楚每一个产品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的动力 谢谢大家 咱们话不多说 开箱这个联名版的魅族67W充电头 这个充电器外包装盒 它是塑料的 非常有特色的 这里一个充电标识 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的充电头 Pander 67W GN英文标识 这里贴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标签 领克的logo 背面则是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内部的盒子是全黑色的 打开这个塑料盖子 充电头本体 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充电头磨砂质感 这里67W淡化价的标识 领克的标识 因为这个是领克的联名版 外观确实是非常有创意 这里是熊猫的标识 三个充电口外部都有图案 两个C口有功率标识 内部舌片为橙色 USB-A口 支持融合快充 这里有UFCS的标识 内部舌片为白色 折叠插角的设计 这个充电器的壳体 好像是两层 内部是单独的 黄颜色 蓝颜色 还有深蓝色的 盖子把它盖住的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外观 做工怎么样的话 我们后续也会把它拆解开 充电器连包装盒的重量 187克 单充电器的重量 是134克 充电器的高度 55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 71毫米 充电器的宽度 也大概是55毫米 厚度只有32毫米 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外观 这个文创属性 比较高的一个充电头 性能怎么样 我们马上开始测试它 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的规格信息 充电头的择类插角中间 有一个危险标志 这里一个Panda的英文标识 67瓦 淡化价电源适配器 型号PTC07 100-240伏 全球电压 C1口和C2口 输出功率是 20伏3.35A 也就是67瓦 Echo输出最高功率 11伏3A 33瓦 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后面再测试 总输出功率 不能超过67瓦 这下面是 海拔小运2000米以下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3C认证 室内使用 不要扔向垃圾桶 双路绝缘 制造商 珠海市 魅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三个充电口 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首先是Type-C Echo 我们检测出来它的协议 高通QC3.0的 5V 9V 12V 20V 3.6-20V 华为FCP 最高功率24瓦 华为的SCP协议 最高功率25瓦 三星的AFC 最高功率也是24瓦 展讯的SFCP协议 联发科的MTK P1加 P1加2.0 然后这下面是 公版的PT3.0 60瓦的协议 还有PBS QC5 PT3.0 一共5个档位 最高是20V 3A 60瓦功率 没看到有67瓦 PBS 3.3-21V 3A 60瓦的PBS 下面三个则是基础功率 然后这是Type-C2口 我们检测出来的协议 大家看一下这个协议 也是很多 跟Type-C1口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Echo 检测出来的协议的情况 Echo有UFCS 最高36瓦的功率 有三个UFCS的档位 然后高通QC3加的 5V 9V 12V 20V 3.6-20V 华为FCP的24瓦功率 华为SCP的25瓦功率 三星AFC的24瓦功率 联发科的P1加 和P1加2.0 后面则是DCP-SAM Apple 2.4 三个基础功率 这个充电器的兼容性测试 还是从小米的设备开始 首先是Type-C1口 功率只有14瓦左右 没有启动PBS 然后就是Type-C2口 功率也只有145瓦的样子 Echo的话功率更低了 只有10瓦左右 PBS启动不了的话 这个充电器对小米手机就不行 这个手机可以支持 SCP的100瓦功率 和PBS100瓦功率 首先是Type-C1口 可以启动MAX67瓦的标识 真实的功率可以跑到56瓦左右 这个对荣耀的支持还可以 Type-C2口显示MAX60瓦的标识 真实的功率攀升到50瓦左右 非常不错了 支持荣耀手机还是很不错的 华为手机我们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 因为它只能支持SCP的66瓦 普通的充电标识功率的话 大家自己看 Type-C2口也是一样的 普通的充电标识功率的话 也是差不多的 USB-A口可以显示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也就是189瓦 20瓦左右的一个华为公开的 22.5瓦的协议 滤厂的设备我们以这个 真我13 Pro为准 这个是20年以后的产品 可以支持融合快充 也可以支持PBS 首先是Type-C1口 插上去就启动了PBS快充 起始功率是在25瓦左右 然后这是Type-C2口 同样的启动了PBS快充 起始功率也是在25瓦左右 然后这是A口 融合快充已经启动 这个功率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降下来了 我们换根线试一下 换了一根线 它启动了UFCS 然后一会儿就没有了 走着基础功率 再换一根绿厂的原装线来试一下 还是同样的显示了UFCS 但是这个功率始终是起不来 这个现象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充电器 个别的原因 对绿厂的融合快充是启动不了的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Vivo的S18 我们先从A口开始 已经启动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大概在25瓦左右 然后这是Type-C2口 Vivo的闪充标识开启 PBS已经启动 真实的功率在27瓦左右 现在是Type-C1口 同样的启动了PBS快充 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7瓦左右 我们以这部三星Loto10家 来测试三星的兼容性 首先是Type-C1口 可以启动超快充电2.0 能启动2.0的超快充电的话 证明功率是可以的 现在已经走到20瓦左右 如果是新款三星的话 功率会更高 Type-C2口一样的启动超快充电2.0 功率的话跟Type-C1口也是一样的 USB-A口则是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 功率的话要低多了 只有15瓦左右 这个充电器手机的实际充电数据采集 我们先采集荣耀300的大功率的PBS的快充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的电量 我们直接充电 这个荣耀300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是57瓦的功率 持续了两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50瓦的功率 大概充了30秒 然后又降到41瓦的功率 也充了30秒 后面的话调整功率 调整为26瓦到29瓦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大概29分钟时间 然后再降到26瓦 充了几分钟就充到95%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一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 可以说是从0到100吧 一共花了47分钟 这个充电速度的话 也还是很不错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的充电温度 达到了54摄氏度啊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 也就是25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 融合快充的数据 我们就只能用 蓝厂的设备来测试了 前面兼容性测试 大家看到的这个Echo 对绿厂的设备兼容不好啊 目前这个手机 也是1%的电量 我们直接充电 这个Vivo S48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融合快充的曲线图的话 也算是比较标准的啊 起始功率是24瓦 充到90%的功率 是26.9瓦 也就是27瓦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的话 一共是花了56分钟时间 这个也算是快的啊 只是这个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温度曲线图 这个温度确实有点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最高的温度 61.1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 还是25度左右 27瓦左右的功率 竟然达到了61度啊 这部手机是苹果14 目前这个手机 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充电 采集数据 这个苹果14 已经89个电了 我们只看它0到80的局限图 就可以了 最开始一分半钟 冲开机 然后就涨到高功率阶段 最低的功率是19瓦 最高功率是21瓦 一共持续了20分钟时间 然后就是16瓦阶段 一共持续了7分钟时间 在后面就是11瓦阶段 也是7分钟时间 最后就是6瓦 持续了6分钟 就降到5V的基础功率 进行卷流充电 完整的充电时间 从0到80 一共花了52分钟 也算是一个标准的 苹果充电速度啊 曲线图 也是一个标准的 苹果充电曲线图 4个功率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的充电温度是46.8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 在24度左右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67瓦的功率 满功率的烤机阶段啊 这个是足足的 把功率拉满了的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足足的67瓦的功率 运行了2小时 20多分钟时间 一直在运行 没有降功率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图 这个温度有一个抖身 我就把这个采集线 挪了一下 挪到最高温度的地方 测试到 它的最高温度为74度 然后我用热像仪 采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73度 充电口的核心温度的话 最高的温度是82度 这个温度的话也不低了啊 测试的时候 咱们室内的温度 25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的单口规则是 C1口67瓦 C2口67瓦 A口33瓦 多口功率分配 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首先是双口功率分配 我们先接上C1口的67瓦 然后我们再接上C2口 没有断连 功率迅速的降到30瓦 C1口 C2口的话也是走的30瓦 两个充电口 30加30的模式 拔掉C2口 C1口马上回到67瓦 其实这个充电器 C1和C2还有一种45加20的模式 我找了很多设备来测试 都没有释出这个模式啊 一直都是平均分配 30加30 我们再来看一下 C1口加USB A口 是什么样的情况 C1口启动67瓦 A口的话 我们用这个精照充电宝测试 因为这个充电宝可以走33瓦的 融合快充 我们接上A口 接上的瞬间没有断连 功率调整为45瓦 这边就启动了UFCS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21瓦 两个总功率也就是67瓦啊 我们再来看C2口加USB A口 同样的先启动C2口的67瓦 再接上USB A口 没有断连 接上的瞬间调整功率为45瓦 这边就是走的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21瓦 总功率不能超过67瓦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情况 先启动C1口的67瓦 再接上C2口 瞬间C1口变成630瓦 这边也是走的30瓦 我们接上USB A口 接上的瞬间两个C口都变成了20瓦 A口也是走的20瓦的功率 三个充电口平均分配的 从这样测试下来的话 这个充电器它也有多口不断连的技术 也还是可以的 能转换效率表现会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首先是110V 6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是没有浪涌功耗的 经过几分钟的测试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平均待机功耗为0.3瓦 现在是5V 3A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18.4瓦 这边直流输出45.4瓦 则算转换效率84% 9V 3A 27瓦功率 110V输出31.1瓦 这边直流输出27.4瓦 则算转换效率87% 12V 3A 36瓦功率 110V输出40.7瓦 这边直流输出36.4瓦 则算转换效率89% 15V 3A 45瓦功率 110V输出50.3瓦 这边直流输出45.4瓦 则算转换效率90% 20V 3.35A 67瓦功率 110V输出74.5瓦 这边直流输出67.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0% 这个时候它的最高的功率因素是0.55 内部是没有PFC的 然后现在是这个充电器220V5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浪用功耗是1.4瓦 然后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220V综合待机功耗 约为0.6瓦 5V 3A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19.1瓦 这边直流输出15.4瓦 则算转换效率81% 9V 3A 27瓦功率 220V输出31.7瓦 这边直流输出27.4瓦 则算转换效率86% 12V 3A 36瓦功率 220V输出41.1瓦 这边直流输出36.4瓦 则算转换效率89% 15V 3A 45瓦功率 220V输出50.4瓦 这边直流输出45.4瓦 则算转换效率90% 20V 3.35A 67瓦功率 220V输出73.6瓦 这边直流输出67.4瓦 则算转换效率92% 这个时候它的最高的功率因素值是0.57 这个充电器的两个电压档位的能量转换效率 我换算了一下 110V平均转换效率为88% 220V平均转换效率为87.6% 两个电压档位的PF值110V 0.55 220V 0.57 这个也变相的说明这个充电器内部的电路的话 是采用的QR反击开关电源的架构 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交流纹波控制的情况 这个数据是各位老铁们你们最关注的 我们马上来把三个充电口都测一遍 首先我们来测试Type-C一口的纹波 五伏三安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35.7毫浮 平均纹波30毫浮左右 九伏三安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7.8毫浮 平均纹波33.7毫浮左右 十二伏三安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2.98 也就是43毫浮 平均纹波35毫浮左右 十五伏三安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39.4毫浮 平均纹波34毫浮左右 二十伏三点三五安6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31.8毫浮 平均纹波25.6毫浮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Type-C二口的纹波 现在是五伏三安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6.7毫浮 平均纹波31毫浮左右 九伏三安27毫浮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40.97 也就是41毫浮 平均纹波32.5毫浮左右 十二伏三安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3毫浮 平均纹波33.6毫浮左右 十五伏三安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1.4毫浮 平均纹波34.3毫浮左右 二十伏三点三五安67毫浮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7.4毫浮 平均纹波30.8毫浮左右 现在我们来测试USB-ECO的纹波 五伏三安45毫浮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57.3毫浮 平均纹波51毫浮左右 九伏两安18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57.2毫浮 平均纹波51.2毫浮左右 十二伏1.67安也就是20瓦左右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67.2毫浮 平均纹波58.6毫浮左右 各位老铁们 对于这个充电器的纹波表现 两个ECO的纹波最高都没有超过50 ECO的纹波稍微高了没丢丢 总的来说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纹波水平啊 兄弟们魅族联名版67瓦淡化加充电器 已经测试完了 我还是来总结一下吧 这个充电器快充协议很丰富 但是现实很骨感啊 兼容性测试很一般 米家的设备 绿厂的UFCS都是无法启动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充电器个别的原因啊 协议设定应该是没有做好 它的转换效率也是一般化 中等的水平 内部的电路架构和用料 我们后续视频会把它掰开揉碎 我们继续来看电路 它的交流纹波控制 也算是唯一的一个亮点吧 各位兄弟们 我把数据都给测试出来了 咱们的视频就是给大家做参考的 至于怎么选 大家自己结合自己的设备来选择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里面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的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